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亮哥 北京时间11月初 浙江省宁波市小学生运动会已经落下了帷幕 而今天给他和我介绍的是 男子100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他和我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位 他叫于家池 今年的于家池年龄才只有9岁 还只是一位三年级的小学生 于家池是一位矮小症的患者 他的身高会比同龄小孩矮出了许多 不过本场比赛于家池既定了全场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信仰精彩的画面 指的意思,于家池在他5岁的时候 被确诊为矮小症 在一生的经营下 于家池的父母让于家池坚持锻炼 于是于家池就开始练习跑步 因为天真个子会比其他小朋友矮 也让他受到了不少委屈 也曾被欺负过 也曾被嘲笑过 或许这一切也正是于家池坚持锻炼的短力 在于家池父亲的指导下 于家池每天都要完成不同程度的跑步训练 不仅是为了战胜别人 也是为了战胜他自己 而注定这个过程是艰辛的 在去年于家池参加了校运会 男子100米和400米的较量 因为缺乏经验还有先天的不足 让于家池在100米中 被第一名甩开了3米远的距离 而在400米比赛中表现还不错 拿到了一个第二名 经过一年的努力 于家池的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本次男子100米决赛中 于家池处在第三跑的位置 本场比赛 于家池的最大金融对手 就是处在第六跑道的朱军看 虽然于家池的身高 还是参赛选手中最矮的一个 但是比赛开始后 于家池就展现出非常好的经营状态 跑得特别快 不过身后的朱俊凯也追得非常紧 只见二者处在并降齐驱的状态 只见二者几乎是同时撞仙道 最终于家池以14秒71的成绩惊险多冠 而朱俊凯以14秒74的成绩获得亚军 二者只差了0.03秒 于家池也可谓是绝杀了对手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在接下来参加的男子400米决赛中 于家池再次经验了全餐 400米比赛开始后 只见于家池前300米和第5跑道的选手处在僵持的状态 不过转位直到较量后 于家池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后增加速能力 开始分离松斥 只见于家池渐渐将对手甩开了 只见于家池率先冲过了中间 在本届运动会中 于家池掌握了男子100米和400米的冠军 于家池也用他的努力和坚持做到了这一切 而就在小时后 于家池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中 当时也有参加的为了刘翔 就对于家池做出了非常高的评价 刘翔表示 当时只有5岁的于家池就能跑得如此之快 也相信通过他的后天不懈努力 以后有可能可以进入国家队 也期待于家池会有更加清彩的表现 也相信只要肯努力坚持 就有可能去打破一切的不可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体育赛事 有我大手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